等一下大概十分出發齁 啊我們今天要去基隆 該發車了 啊差不多了 先去接通話 威 這個威也太沙啞了吧 沒有我想說要小聲一點 怕你的觀眾嚇到 不會不會不會 他們已經被我嚇習慣了 今天的旅遊齁 要去的地方是 漁港基隆齁 然後是個不下雨的漁港基隆 是嗎 最近真的不太下雨啊 很少下雨欸 沒有吧 可是就是有租過基隆的人 很多說是雨不停過啊 那是以前 我小時候真的是譬如說 30天大概可能20天都在下雨 但現在30天應該差不多只有10天在下雨 甚至有時候台北在下雨 我回基隆發現沒雨 不是一個月10天其實已經很多了 以前真的好會下喔 但現在就是 一整天大太陽熱的要命的時間很多 大家對基隆印象就是一直都在下雨 對 但是那已經是刻板印象了 現在已經沒有像以前一樣狂下了 所以必備就是每家都要一台廚師機這樣 不是是3台 喔 有3台喔 只要不在人不在房間就打開 人家家裡的電器都用在電視啊 冷氣啊 基隆都用在廚師機 我們基隆人其實打火車是為了方便 北車或是要到松山要到哪裡特定的地方 其他大部分都打客運 現在有一台叫2088 從基隆市公車站上車到東區下車 我最快紀錄是20分鐘 而且司機沒有飆車啊 有一次司機大飆車 我從基隆市政府那附近上車 到內湖那邊才15分鐘不到 比我家人開車還快 比我去淡水還快欸 可是請問導遊是基隆哪裡人嗎 我就是市區人 對 我就住市區 在本地人裡面講你是哪裡也就是市區這樣 我就會說我住街上 基隆人稱呼廟口叫街上 從小我們都會這樣講 就那一區附近的也都叫街上嗎 對 那條河促進的其實都算是街上 我們要去街上 就是要去市區的意思 懂了 長知識 你從火車站出發 但其實呢 搭客運的話 你看一下左下角 右邊有一個海洋廣場 對 其實要從那裡開始 喔 如果是搭客運的話 可是如果是來這邊的話 通常都是搭火車吧 沒有 搭客運是最方便的 這個方向 欸 就這裡 這裡是所有客運停的地方 從外縣市過來也是都會在這裡嗎 都會在這裡 全部都在這裡 也不錯啦 其實它這裡弄得滿漂亮的人 對 但以前這裡很臭 蛤 為什麼 高雄有愛河 基隆有田寮河 這就是田寮河出海的地方 然後這裡非常之臭 反正這裡就是 基隆最大公車集散區齁 來基隆基本上個人都推薦 下午兩點過後再來 基隆呢 還在睡是不是 基隆人的活動時間是在早上六點到下午兩點 下午兩點過後呢 就是外地人活動的時間 那不是啦 外地人活動的時候你們本地人就睡覺 啊這樣子 誰要出來服務 也不是睡覺就是 該工作的人工作 你現在直直再往前走一點 往前直走 再直走一點點 基隆有一個很可怕的地方是 很多路走到一半 突然所有對面的車都面向你 欸 為什麼 結果你錯過一個路口 就變擔心到了 對 這麼可怕 你現在右邊 這台計程車的右邊這邊 有沒有 這裡還有車 是往前的 這裡再往前 你有沒有看到橋下那些車全部面對你 欸 真的耶 為什麼 沒錯 所以你直走之後 只能順著這一條路左轉 然後就會一堆車子盯著你左轉 為什麼會把馬路設計成這樣啊 基隆很多條路都長這樣 而且這條斑馬線呢 有沒有看到最前方那邊 那個是公車循環站 然後沿路要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你左邊 這麼長的斑馬線 只有36秒 這一條嗎 所以他中間有給你一個休息區啊 有沒有 你可以現在這一條 但是大家都會飛奔過去 綠燈起步 你如果再跟朋友聊天 你還是過不去 36秒 如果 已經紅燈了 但是我走到一半 基隆人會讓我先過嗎 不會 因為這裡會滿滿的 跟那個台北橋一樣 全部都是機車 好 而且基隆人也非常喜歡0秒起步 所以說你可以 再加個3秒 那譬如說大概40秒極限 你一定要過完它 不然你就會聽到 嗯嗯嗯嗯 很多機車 敘事在發 而且這個感覺就是 很多人會走的路 他應該要再重新設計過吧 非常多人 基隆人騎機車就是 只要有洞 就鑽就對了 你說會有車子 從中間這樣穿來穿去是不是 欸對沒錯 這樣講就有鄉下的感覺了喔 反正有路我就瞎起巴亂開 沒錯 你才鄉下 欸我沒有說不是鄉下 我屏東的我又沒插 你有沒有看到前面那個是一棟百貨 喔這個嗎 那是有唯一的百貨 我從小到大唯一知道 叫百貨的東西就是那一棟 目前只有這一棟是不是 欸對 所有東西都在那裡面 之前就是 一塊 呃這個 看不出來是什麼 停車場是不是 停車場本人 而且一樓還沒人停的那種停車場 二樓 是積水區 只有地下室有人停 對二樓是天空競技場 說得對 就是大家會在上面輸贏 你說約打架在上面打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要約在這裡 因為最大的廣場就在這裡啦 你可以在小巷子打 你約在這裡幹嘛 因為所有的基隆人 都不得不經過這裡啊 你要想 下面都是循環站啊 對耶 所以大家就在這裡下車上去輸贏啊 要逛街的話一定都是來這裡 對而且右邊就是廟口 然後你再往前走 我要告訴你一個基隆很厲害的現象 這附近有四個那個地下道的孔 大家都會在那邊 躺在上面 坐在上面啊 之類的 你說坐在這個上面嗎 嘿沒錯 然後那邊不是斜斜的嗎 可以直接背靠著躺在上面 蛤 躺在上面幹嘛 呃就在那邊聊天 抽煙 吃東西 玩手遊 做一切你想得到 想不到的事情 他們說是流浪和集散地耶 可是聽他表起來 沒有沒有 好像是一般人都會躺在這裡 你看我聊天室說有人躺過 真的假的這麼特別 一左一右各躺一個情侶可以躺在上面 不是啊 沒有啦 你要躺回去家裡 不然去旅店躺嗎 你躺這裡幹嘛 這邊 喔這裡還可以面對面 你看你看你看 看到了嗎 看到了吧 沒有說謊欸 真的有人會坐在這裡 開玩笑吧 不是欸幹嘛坐這裡啊 這地方有什麼特別魔力嗎 那個地方的魔力就是 如果你坐在那邊 你就會想要坐上去 然後你坐上去之後就會想要躺下去 如果街景車有排在晚上的話 你就會看到都是人在那邊 到底為什麼要坐這裡 這個一看就超髒的 為什麼會想要坐在上面 這個真的不理解 哈哈哈哈哈哈 這就叫在地旅遊 最久地氣的 最接地氣的旅遊方式 這一條進去是夜市嗎 往前走或者是往右邊走 最後都會到夜市 因為夜市是一個T字型 然後夜市有分區 你現在直走 右轉那一區是觀光客區 左邊呢是各種娛樂區 右轉再左轉那一區才是小吃區 基隆的那個夜市分成三段 不一樣的地方 個人推薦我們先右轉 直接右轉去小吃區是不是 這裡停 這裡就是門面上的 不知道為什麼是正門的地方 這裡附近呢就是平常吃小吃的地方 我個人其實很推左手邊 最外面這一間 我這個人其實很推這間 我從小就吃這間 這裡的店家其實幾乎從小到大幾乎都沒換過 我以為這種夜市的通常都是一直換一直換一直換 沒有所以它上面才會貼那些啊 就它幾乎都沒有換 欸不好意思 那個請問一下大腸圈大概長什麼樣子 大腸圈 就是米腸 就是米腸 對但基隆人家大腸圈大腸圈 然後左邊這間炒飯其實我也超推 但那間炒飯呢 晚上十點半過後才開 開到凌晨三點 它白天是滷肉飯 是這個嗎 對對對 旁邊不是有個炒飯麵嗎 那是深夜時段 所以它其實這一條的就也不是大家都差不多時間開一點 就是會有那種開特別晚的 大家都是爽開就開 夜市的表定時間是四點 但其實大家都是爽開就開 之前不是有一個說什麼 呃台北的紅綠燈是紅綠燈 中部的紅綠燈是參考用 外島的紅綠燈是裝飾用 那基隆的紅綠燈就這樣沒用 飾用都沒有 它直接連亮都不亮 喔我跟你講我到了台北以後發現 欸怎麼大家都停在這裡 前面那個洞不是可以過嗎 然後我路過去之後後面就會開始有些機車 嘖在那邊前進後退考慮要不要過 那我心裡就會覺得說 啊行不行啊 不會吧 只要是有在北部騎過車的應該都很會鑽吧 基隆直船 你看這邊嘛 這邊其實是一條路 但是以前左右邊其實都還沒有蓋好的時候 上面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後來才蓋好 還沒蓋好的時候大家機車 也是騎機車進去裡面就開始 亂繞的 甚至大概快四點的時候 那邊還沒擋起來 還有機車硬要轉 繼續往前走嗎 好我們繼續前進了 廟口這裡 右邊 這就叫做廟口 這間媽祖廟的門口 所以這裡才叫廟口 就是因為有它 所以才叫廟口也是這樣 沒錯 所以以前其實只有這一排的 最久以前據說只有這一排 右邊這一間韓國魷魚羹 雖然我不知道它跟韓國有什麼關係 但是它的紅燒鰻魚羹 我個人很推 請大家可以吃這間 沒錯 然後右邊這一間排骨飯很驚人 它賣排骨便當 雞腿便當跟魚便當 魚便當 基本上晚上六點之後完全買不到 有這麼強手嗎 就是這麼厲害 晚上六點之後完全買不到 就只剩下雞腿跟排骨飯 再晚一點連雞腿飯都沒有了 只能吃排骨飯 所以它是排骨比較不好吃 還是它排骨準備比較多 排骨準備非常多 因為它本來只打算賣排骨飯 但不知道為什麼魚便當跟雞腿便當 都會賣光光 這邊的話我個人吃左邊這一間 花枝羹跟大麵草 我推薦它 因為它的麵就是一般的黃麵 但是它的那個醋跟那個蒜蓉 非常好吃 我很推這間 聽起來很鹹喔 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它是樸實無華的味道裡面 可以吃到一點亮點的那種麵 哇 很多人喜歡欸這一間 喔 這間真的在地人才會推的 因為外地人看到它這麼普通 一定不會去吃 但它真的蠻棒的 我以前直接都吃兩盤 最少吃兩盤 兩盤面一碗湯 OK 右邊這個 好兒童圖書 玩具專賣店 根本就沒在賣書 全部都是玩具好嗎 那個什麼 遊戲王卡的交易區也都在這裡 這個現在倒了嗎還是 沒有沒有 always都在 從小到大一直都在那 看一下開門的時候 你看外面那些人就是在打遊戲王 這樣你就看得出來是不是 他後來把椅子收掉了 他變成敗別的東西了 他就是後來全部都來擺機台 因為現在流行比較流行機台啊 那些什麼什麼 百獸網卡什麼有的沒的 小朋友的那些機台很賺 我跟你講 晚上現在那邊 小朋友全部排隊 小女生換衣服的遊戲啊 外獸機台啊 什麼七龍珠機台什麼 現在都在那邊 排隊排爆 哇 他其實更新的滿勤的欸 他一直都有在換外面的東西 然後再往前走 就是這裡了 這個紅色遮雨棚下面 這個就是阿花草麵 喔這個啊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東西 欸 各位 這個就是他的招牌咖哩炒麵 在我的手上 這個嗎 就在這裡 欸 對 我現在手上拿的就是這個 真的在吃是不是 對 對 就這麼普通 不會啊 看起來還不錯啊 你看他就這麼多人 幹 太扯了 太擠了 他這個一盤多少 我們一盤多少不知道 媽 咖哩炒麵一盤多少 都七十五太好了 因為我媽很熟悉這間店 這間店已經吃到 可以認我跟我媽的臉 我個人很推主麵啦 其實很大一盤喔 女生其實蠻容易吃不完 你看他左邊那間東北麵食館 那間我很推 好吃 老字號東北麵食館 好不好 他裡面有點白色喔 都弄得很老兵那種 喔 我跟你講 他女兒很正 而且聲音很好聽 什麼 而且他女兒的超正是那種 很像日本人那種 臉圓圓的 皮膚白白很可愛 笑起來眼睛彎彎 然後聲音很細很細的那種 來 前面一位幫他結帳喔 的那種 喔 很可愛的那種 那個 那個他女兒現在大概多大 哇 你們大家是怎麼樣聊天室 來這邊大推特推老闆女兒 右邊的尖章先揮飯 我一直到長大才鼓起勇氣去吃一次 但是他料多實在好吃 不過有點偏油 欸這張好像是我拍的 下面這張 這個喔 蛋花湯這張 欸真的也是你欸 真的是你拍的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這個 牛肉炒飯 然後蛋花湯 所以其實你也蠻常買的嘛 我自從有一次去吃了之後 我從此以後愛上他們家 因為那份量很大 然後他這盤炒飯 壓到一般的便當盒裡面 是壓好壓滿 這個蛋花湯蠻有料的 蠻有料的 超厲害欸 而且他的蛋花是那種扎實的那種 雞龍其實好吃的東西 是真的不少啦 雞龍好吃的東西 是樸實的好吃 然後你再看到那個價錢 你就覺得更好吃 主要是價錢好吃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是他的價格 這個應該是 新的吧 欸 對 繼續往前走 這裡有一間湯圓絕對推 那個是我冬天也一定會吃的 有沒有看到牆壁上有寫全家福 喔 這裡 就是這個 全家福湯圓 喔 超推 而且他也會大排隊 他還有那個桂花釀湯圓 對 你看那個排隊 你看上面那個排隊 我看到這個就笑了 為什麼 好像不錯喔 這個好的喔 他很棒 桂花釀 這個 對 這裡面都是桂花 這間真的讚 排隊排爆 冬天非常非常非常適合吃 雞龍的景點不外乎就是 炮台 漁港 還有人家的老家 跟人家現在的家 蛤 欸 對 就是一些古厝啊 還有現在的家就是公墓 聽起來好像其實跟金門的差不多 差不多吧 這裡 右邊現在開了一間還不錯的早午餐 好 這個 國王皇后 對 他的鮮奶茶跟他的那個雞腿排 超讚 這個是賣 而且他看到下午4點喔 像我這種睡死的人 到4點都還吃得到早午餐 開心 對 這個是賣早午餐的沒錯 國王皇后 版烤吐司專門 欸 這個我也喜歡吃的 很讚 這個不錯欸 然後他的飲料好喝 雞腿排也超讚 你看他那個雞腿排多厚 拜託 而且不會很貴喔 欸 85 你看 最貴的 而且他長過一次價喔 這間台灣小吃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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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吃 為什麼台灣小吃會是燒賣啊 基隆我小時候就是看 當阿Vigo跟燒賣 然後擺一起賣這樣 你說這一家的很大顆嗎 基隆燒賣超大顆的喔 大概跟我拳頭一樣大顆 試試這一家的嗎 欸 應該說基隆的燒賣 好 只要在基隆沒買到燒賣 都很大顆就對了 這個還算小了 這個 這個是燒賣嗎 對啊 對對對 怎麼會長這樣 這就是基隆的燒賣 底下一層皮 然後中間都是料 不是吧 這不是燒賣吧 這個跟我印象中的燒賣 也不太一樣啦 沒有 這就是基隆燒賣 好大 真的好大 欸 這個看起來蠻爽的 你看這個燒賣 比那個米糕小一點點而已 就這樣子啊 就是要這樣吃 繼續往前走到底 欸 就這間大碗牛肉麵 大碗的 超讚 這個是大推特推的牛肉麵店嗎 沒錯 它湯底就真的是那種中藥底 很香的那種 沒有 它沒有地標 喔 它沒有喔 它老牌到連地標都沒有 好吧 那沒得看了 只能看它的點面 但是它真的超讚 我之前拍過一次限時動態 我只拍那一碗麵而已 內行人直接 這是安蘭球牛肉麵對不對 真的假的 這樣就認得出來 他說當然囉 內行人都要認得出來才行 就這麼誇張 一點愛加酸菜喔 欸對 酸菜很多人都加好加滿加爆 真的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牛肉麵 再走過去 看到左邊了嗎 啊 有了 就在這裡 正濱漁港 但說真的喔 這只有它的背面是長這樣而已 它的正面呢 非常好笑 就是一區看不出來是什麼 欸 弄得好看欸 這個 就是它顏色配色什麼 就是有特別選過的 所以很多人都在這裡拍照 但這邊都是民宿嗎 不是 一般人的家 喔 那其實你這樣算嗎 就不知道 因為這裡是正濱漁港啊 這裡是後山的漁港 它其實看起來滿像民宿的啦 有 好像有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一般住家 都是民宅而已 沒錯 就把別人的民宅背面切成這樣 反正也還好 基隆也沒什麼經典 這樣勉強算是塑造出一個經典 我想居民會開心的吧 所以就是必殺魚港 以前這裡很熱鬧 現在這裡什麼都沒有了 這條路都是海鮮餐廳的 是某些觀光客才會來的地方 以前必殺魚港這邊 裡面左邊看起來沒有像剛剛那麼荒涼 然後你看有一大堆東西啊 大家會在這裡放風箏啊 然後裡面還有市場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有一天就沒落了 然後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這附近都沒有人願意要來 欸 對耶 難得是看到原本是很多東西的 然後現在是完全什麼都沒有 他直接大沒落 現在那裡面連騎腳踏車的人都很少了 以前我們都是會在那邊放風箏騎腳踏車 有的沒的 裡面有那些魚產品直銷啊 到了假日會擺一些夜市什麼 大家都會在那裡玩 而且那裡空氣又很好 難得一個好地方就這樣不見了 我從小都在那邊玩欸 這…這裡是哪裡 這附近有一間有名的那個水餃店 你知道誰是肉魚嗎 就是… 我知道 然後就是…就是那個白癡啊 來基隆找我爬山 然後爬完山之後下來 我就說那你要吃水餃嗎 他說水餃嗎 我最喜歡吃水餃 他去吃完那間水餃之後 好像訂了三百顆 然後冷凍寄到他家 蛤? 在哪裡? 帶我去看 喔!我看到了 春新水餃店 這裡是…這裡是… 沒錯!其實這間蠻有名的 它是小小顆那種 但是也一樣就是餡料很香 然後皮薄 然後餡多的那種 我們兩個光那天就吃了 有沒有三…三四十顆啊 那…聽起來還好 然後超過吧 超過 好爽喔這個 這個看起來就很爽欸 它其他的菜其實也蠻不錯 生鮮外帶水餃4.5 收水餃5塊 每份水餃15個起跳 這間其實真的蠻讚 推推推 往右邊這裡走 對 直走 好停 好 左轉…左手邊 這一個綠色紅… 綠色黃色的這個棚子這邊 這是一間很厲害的下水店 它店裡面幾乎所有東西都好吃 這個…欸? 所有東西完全無雷 然後它也是很奇怪的時間開 然後它也是看心情開 非常厲害的一家店 它有賣一種東西叫大滷麵 會滿滿的一整碗 你小時候看到那種 有點桶型的完工 然後滿到就是 那個人你不知道他怎麼拿過來 下水湯下水麵什麼都超讚 這一間很厲害 沒有店名是不是 阿有有有 你放大一點沒有名字的滷麵店 阿有有有 你再拉近一點 拉近一點 拉近一點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這個 沒有名字的滷麵店就是它 就是它啦 就是它 哇它有… 它有… 它有那個欸 它有地標了 好我下次去要寫了 沒有名字的滷麵店 某種程度上來說 算是這個叫… 現代叫什麼 獨菜單料理 我個人真的超級推 但是它有稍微偏重口味一點點 真的超推各位可以去吃 它每一樣東西都好吃 無雷 保證無雷 全店無雷就對了 它的那個雞 喔它那個雞 它那個雞 我好懷念喔 我們以前去的時候 如果四個人以上才會點那個雞 太…太大盤了 它那個雞超讚 真的 那個肉是可以用筷子撕下來的那種 然後它那個皮是冰涼涼的 對 然後加它的辣椒 喔… 它真的超級好吃 真的超厲害 這個真的超厲害 這應該有飯機了吧 這個一看就是好吃的 我們之前好像有點四分之一 它沒有寫什麼東西多少錢這樣 對 有些東西是固定價錢 譬如說炒飯炒麵啊 但它有一些菜 是沒有固定價錢 所以你要看可能要看評論或什麼的 才知道多少錢 我個人先講喔 對於雞龍人來說 九份 金山 金瓜石這類的 就是雞龍 它就是雞龍 好嗎 不要跟我講是新北市 它就是雞龍 瑞芳也是雞龍的 都是雞龍的 你們好像管很寬喔 就是雞龍 沒有別的 從這邊到對面那座山 到後面那座山 都是雞龍的 都是你們 都算你們絕對的 都是我的 OKOKOK 反正應該不關我事 我是屏東 九份 金山 八頭子 全部都是一起的 那都是雞龍 從小我們就真的一直這麼以為 我到國中 真的開始上第一課的時候 左看右看覺得那地圖不太對勁 不對啊 為什麼啊 為什麼 九份 金瓜石 跟深奧坤就在旁邊而已 我憑什麼九份金瓜石是台北的 大家要來九份金瓜石 也都要先來基隆啊 為什麼會是台北的 哪裡算新北市 這不是基隆市嗎 那是我們神聖不可切割的一塊 我 我不是 我不是基隆的 但是我一直以為九份是基隆那邊的 是不是 不管 九份是我們的 瑞芳也是我們的 全都要 沒錯 都是我們的 那些稅收 都是我們的了 一整年的業績 跟年終獎金 都全靠你們了 差不多交界就在這裡嘛 對 這裡就是 這裡就變新北市 對 還是其實分界是這個 柏佑路 就是 新北市的 他們鋪路只鋪到這裡 然後後面是你們基隆的 他不管 所以就這樣 哈哈哈哈 好像是這樣欸 發現了這個秘密啊 好 可以了 差不多了嗎 那今天的 居龍旅 感謝各位今天上車 哈哈 先到這邊啦 那就 感謝今天的 Local這個 巧米齁 好的 大家下車吧 掰掰 掰掰